今天主要講的是 有關於我的四個動物的語法 我們在演奏的時候 又用不同的語法來表現音樂 這樣對音樂的豐富性會更加的完美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用一種語法 這個曲子的變化就非常的少 那這四個動物語法呢 我用它的進行行徑的方式 來表現在音樂上的演奏方法 第一個叫做斷奏 我用的是麻雀 麻雀走路是用跳的 然後音樂的方式呢 它是斷奏 請聽Do Re Mi Fa的示範 利用空氣的主角 將音一個一個的分開斷奏 第二個叫做圓滑線 我的形容的動物叫做飛魚 將音樂 音符 四個音符 用一條線把它連起來 在演奏時 就像魚吹出來 飛出來的情形 我們會在第一個音 輕輕的點 所以圓滑線的第一個音要輕吐 這是第二個 飛魚 圓滑線的演奏吧 第三個 叫磁音或是食音 用的動物是大象 雜象走路是用踩的 所以它的聲音是完整的 如果以音符的飽滿度 它就是百分之百 十分之十的滿 將每一個音吹到飽滿 第四個語法叫做 輕土咒 輕輕的土 輕土的一種演奏方法 所有的音樂表現 這個是最常見 而且最常使用的 運用的原理 就是像圓滑音連起來 但是每一個音 又用你的舌頭輕輕的點 講清楚了嗎 我再重新把這四個語法 再吹一次 斷奏 連音圓滑線 第三個 第三個 詞音 第四個 傾聽點扇 輕聽點扇 第四個 第四個 傾聽點扇 陣字 他 amaz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